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用想 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你到底在哪 月儿 我来吧 你会怪我疼 金城 我还是你 你会接什么呢 我担心 万一我们的事情 被上仙们知道 那就是五月天庭的大字 人间有几朵枯 那我们就离开仙界 如果适合自己 贪恋着不该属于我的体会 化作凡人爱慧 我愿放弃所有的修为 你就不要问我是错还是对 我是否欠一朵金银 金铜玉女日立派神 违反仙条 定爱家 还有诸位仙家 还要再等三千年 两人违抗仙条 如果从来金银行 天地不开 规矩就不成规矩 我怕玉女金银银 下半千银鱼违反仙 河下暴情水 永远不得相见 立刻执行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苦苦地打坐修行了几千年 去喝忘情水 就是甘心承受劫难 完成俗世的众生 命运无短无长 身不由始 你且一辈子见不了金铜玉女 十辈子跟她讲不了一句话 又是何而苦 金铜 金铜 一千年五个月零六天 可是 这一射黄母 在我头上加了风影 我不知道 你今生变成什么样子 人间几朵苦 乐视和滋味 贪恋这不该属于我的体会 化作凡人爱一回 我也激远了一千次和她的相识 我也忽然了一千次和她的相识 我也忽然了一千次和她的相识 能在最后一生和她相伴 都要问过 是错还是对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苦苦地打坐修行了几千年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苦苦地打坐修行了几千年 苦苦地打坐修行了几千年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我已放弃 Stevie 我已放弃度化这短陶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我是否欠一朵青银 酷酷地打坐 受醒了几千年 不是为了离离成功 只是为了看你一眼 我是佛前一朵青莲 酷酷地打坐 受醒了几千年 我已放弃渡化成仙 我找了你一本事一本事 今天我终于知道 你长什么样子了